多倫多公共衛生局確認 一名多倫多居民確診感染來自巴西的變種新冠病毒 這名患者最近有巴西的旅遊史 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這也是加拿大手中巴西新冠變種病毒的確診病例 多倫多公共衛生局表示 考慮到目前該名變種病毒確認患者 居住在一個公寓樓裡 因為該公寓的情況令人擔憂 衛生部門正在與納菲地區的衛生中心評估中心合作 對公寓大樓的居民進行現場檢測 衛生部門沒有公佈公寓樓的名稱和地址 該棟樓的所有居民被要求自我隔離 加拿大衛生局在新聞發布會中表示 科學家以及醫療專家擔心 這些變種病毒比最初的新冠病毒更容易傳播 美國疾病控者預防中心也正在進行研究 以進一步確診這些變種病毒的訊息 傳播難以程度 以及當前已經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對它們的有效性 繼來自英國和南非的新冠變種病毒後 去年12月初來自巴西的新冠變種病毒也開始傳播 病毒源來自巴西馬路斯市 截止到1月中旬 該病毒已經引發這座擁有200萬人口的城市 大規模出現感染的病例 除了巴西變種病毒外 多倫多市公共衛生局近日還公布了 本地第一例來自南非的變種病毒確診案例 該患者沒有近期的旅遊史 是安省第二宗的確診病例 而安省首中南非變種病毒確診患者 為墨西沙加市一名的男士 感染方式很有可能為社區傳播 目前安省每日確診人數雖然減緩 但變種病毒的確診比例就增多 多倫多公共衛生局因此建議 為阻止病毒的傳播 防止醫療系統超負荷运轉 並保護弱勢人群 多倫多居民應該盡量減少外出的時間 外出時應該採取防護措施 配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並盡量減少與太人接觸 保持社交距離